公元543年,北方的两个歌剧政权,东魏、西魏爆发了双方成立以来的最大一次战争。这场战争的起因非常狗血,原来,东魏大丞相高欢的儿子高成,看上了遇事中为高仲密的老婆李昌怡。 高成奇人,向来是个流氓,15岁的时候,就跟自己父亲的小妾思通,看到貌美如花的李昌怡后,居然当场就要非礼,连对方的衣服都撕烂了,李昌怡拼命反抗之下,才没让这流氓得逞。 感到貌似危险的高仲密立马四处活动,终于被调任为北欲周四时,但他知道,躲得了一时,躲不了一世。最好的办法是直接投奔西魏,而自己之下的战略要抵护劳关,便是最好的见面礼。 于是高仲密设计杀死了主管军事的将领西寿星,接着便派水截到西魏向西魏城向宇文泰投诚。 宇文泰的报后,欣喜若狂,立即加封高仲密为势中,司徒,并亲率大军前往救援高仲密,以保住虎牢关,作为将来进攻东魏的桥头堡。 西魏军到达沃阳后兵分两路,一路由于锦率领,前往虎牢救援,另一路由于文泰指挥,包围黄河南岸的河阳南城,企图夺取河桥,阻止东魏军队渡河。 然而,高欢早已预料的于文泰的这一动作,他提前派遣了数万精锐驻防河阳南城。 于文泰一时无法攻下河阳南城,而高欢的军队,已经接近黄河北岸。 于文泰立即率军后撤到河桥上游,随后放出上百艘火船,顺流而下,想要烧毁河桥。 于文泰反应快,对方反应也不闷,东魏将领狐狸金,立马派出许多带着链子的小船,将火船全部拉到了黄河边。 河桥因此得以保全,高欢成功率军过河,驻扎在芒山。 东魏军的数量要大于西魏军,但于文泰决定,主动出击以获取优势。 当夜,西魏军饱餐一顿,丢下所有自重,全军向芒山寄进。 然而,西魏军的一举一动,都被东魏军的侦察兵接收眼底。 当高欢接到报告说,西魏军是吃了一顿甘粮而来时不禁大笑,因为这一路上都没水源,西魏军狂奔几十里后,必定甘可得要命。 随即,高欢下令全军列阵迎敌。 当西魏军赶到芒山后,傻眼了,东魏军阵容整齐,占据了有力位置。 但于文泰并没有惊慌,因为他的军队向来战斗力比东魏军高,于是令其一挥,西魏军便向东魏展开了冲杀。 高欢亲自指挥中军抵挡西魏军的正面进攻,并排大将彭乐,率领数千金锐骑兵,向西魏军后方包抄。 不久,就有人向高欢报告,彭乐临阵倒戈了。 但没过一会,彭乐回来了,还抓了西魏军几十个王公贵族。 高欢大喜之下,立即命人将这几十名王公贵族,压到两军阵前喊话,本就又可又累的西魏军一见这场面,立马军心溃散。 东魏军趁势出击,西魏军大败,被斩首三万余人。 高欢立即命令彭乐追击宇文泰,务必把这心腹大患除掉。 孤身一人的宇文泰很快便被彭乐追上,但宇文泰一看追上来的是彭乐时,立马放心了,因为他知道,这祸是出了名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。 于是,宇文泰乐驻马,转过身来对彭乐说,如果你抓了我,你也活不长。 你没听说过兔死狗烹的事吗? 抓了我对你没有任何好处,你还不如去我的营地,去强歇金银主宝。 随后,宇文泰解下自己的金腰带,送给了彭乐。 彭乐这傻貌,居然真的听了宇文泰的话,拿着金带乐呵呵地跑了。 更奇葩的是在后面,彭乐回去后,主动交代了自己放走了宇文泰的行径,连宇文泰怎么跟他说的话,也转述给了高欢。 高欢被气得蹊跷生烟,抓着彭乐的脑袋往地上撞。 明白自己犯了大事的彭乐立马表示,给我五千金钉,我肯定能把宇文泰抓回来。 高欢一听,更气了,宇文泰早跑没赢了,你能抓个屁啊? 有些人在失败后,会从别人身上找原因,有的人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 高欢属于后者,他知道这次错事良机是自己的错误,根本就不该派彭乐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去抓宇文泰。 随后,高欢念彭乐有大功又有大过,便令人抬来三千匹券,压在他身上,既是奖赏也是惩罚,这叫赏罚分明。 侥幸逃了一命的宇文泰,并没有失去信心,而是立即收弄军队,决定再战高欢。 第二天,宇文泰集中兵力攻打高欢所在的中军,如能击杀高欢,此战必能反败为胜。 战况发展果如宇文泰所料,东魏军刚刚经历一场大胜,以为西魏军已无力再战,完全没想到,他们居然敢在第二天就主动出战。 毫无防备的东魏军中军被击溃,高欢在部下的拼死掩护下成功逃跑,但是很快追兵就再次杀了过来。 因为有人把高欢的位置信息,告诉了宇文泰。 这个告密的人是个东魏士兵,他在前一天偷了一头驴,暗虑当斩,但高欢因为手头事情太多,没来得及处罚这个士兵,而是把他关了起来,准备战后再审理他。 没想到,这家伙趁乱逃跑,并把高欢的位置告诉了宇文泰。 宇文泰立马派出大都督赫巴胜律兵追杀高欢。 单从两人分别派人追杀对方就可以看出,宇文泰用人比高欢要强。 首先,赫巴胜的哥哥和弟弟都帮助过高欢,反而被多疑的高欢所杀。 赫巴胜自己的地盘荆州,也是被高欢所夺过。 其次,赫巴胜乃西位第一勇将,宇文泰曾对将领们说,诸将对底,神色皆动,为赫巴公临阵如平常,真大永也。 最后,赫巴胜和高欢相熟,绝不会认错人。 赫巴胜律兵按照投诚的东卫军士兵指示,果然找到了高欢,就在他即将干掉高欢时,他的战马被高欢的外圣断勺射死,而当时身为第一神射手赫巴胜,却没有带弓箭,致使高欢得以逃脱。 东卫军中军虽被击溃,但毕竟数量远大于西卫军,稳定下阵脚的东卫军发动反击。 宇文泰虽然率军拼死抵抗,但还是挡不住东卫军数量上的优势,不得不下令撤退。 高欢健壮,立即下令全军追击,刚刚还站进上风的宇文泰,又被追得入帝无门。 西卫大将于锦和独孤信,就是那个著名的美男子手机败兵举起白旗,假装向东卫投降。 急于追杀宇文泰的东卫军,来不及搭理他们,只是让他们站到路边去,不要站到。 东卫军经过后,西卫军队从背后偷袭,杀得东卫军队措手不及,场面一度十分混乱,宇文泰才得以保命。 西卫大将若干会手部跑得慢了一点,结果掉了队,东卫追兵紧追不舍。若干会箭逃不掉了,干脆下令全军止步,同时下令全军埋锅造饭,并说,长安死,死中死,一呼,哪儿的黄土不埋人。 但是死之前得吃饱饭吧。东卫军看到这架势,以为对方有埋伏,不敢追击。结果,若干会所不吃了顿饱饭,晃晃悠悠地回去了。 估计回去见到那些,差点把肠子跑出来才逃得一命的同僚后,能吹一辈子。高欢带兵连夜追击宇文泰,直追到陕州,才停在此地暂时速营。 邢台狼中风子会劝高欢甚至攻灭西魏。高欢对此表示赞同,但他又犯了一个错误,连夜召开军事会议,决定听挺部下将领怎么说。结果这帮跑累了的将军纷纷耍赖,不愿意再追了。 向来体恤下勤的高欢,最终放弃了追击西魏军,结果失去了彻底消灭西魏的最好机会,结果爆汗终生。 这场大战可谓是波澜起伏,高潮迭起,戏剧性的神转折之多可以说在军事史上都是罕见的。 高欢和宇文泰,这对不是萧雄的对决,堪称历史少有。最终,宇文泰惨败,高欢惨胜。而高欢和宇文泰这两个萧雄的最终胜负,则要由他们的后人来见分晓了。 不甘心戴吕帽的高仲蜜,严禁西魏军大摆,只得逃离虎劳关,投奔西魏而去,而全家老小,都被丢在了中类。高欢下令将高仲蜜全家杀死,当然,高仲蜜的老婆不在此列,因为这个女人被高成就了。